闲言碎也不多说,咱们奇归正传呢,下一盘 没点关注的点向关注 满屏的小鲜花 小点声,小包包谈呢,可以走一走 瞎眼狗 冲了 对方冲了以后呢,我们向三镜飞它 对方呢,一看都是一位高手 它是选择了一个弃兵 这样一来呢,我们只能选择一个马二进四 现在来说马二进三呢,对方小兵一冲 不行,这样一来,出去说 对方呢 这招马七进六呢,是他的败招所在 咱们局部砍兵以后呢,对方打马呢 我们局三平四一桌,王二单刮了 桌两个 被逼无奈,只能选择平变 将来下几将 我先巴马一杀 这样一来呢,我们开局 就通过一个弃兵呢 呃 现在的子的位置呢 相对来说至少比 呃,和红方可以抗 也不是说比红方呢 优到哪里去 对方呢,就唯一的这个底炮有点作用 其他大子呢,相对来说还没有投入战斗 像一来呢,我看能不能把这个炮捉死 一个拘捡精英 走到这里呢,对方呢,马二进三 那我把这个炮呢,捉一捉 他一捉呢,他得平叭 我这退一一捉呢 他得退一 相对来说呢 我这个狙啊,退回来一捉 他就是个死炮 嗯,捉死 此时此刻呢 我还不敢吃 对方狙一瓶二 狙一瓶二一下以后呢 我吃炮呢 对方把我这炮砍了 我一打呢 对方这边啊,吃狙 那我就先把炮平一下 反正您这个炮呢 也难逃一死 大家下期呢 大家呢 一生无疑 以终取胜 不要着急 打中兵 哎呦,这样走 那我吃炮呢 对方给我弄一空炮 我吃这个炮呢 对方把炮都退回去 然后马一层 杀我这个 看一下能不能吃 嗯 对方一退 将来把鞠点起来 这边啊 还是有压力 啊 所幸呢 把对方中炮一次 嗯 他吃完我这个炮呢 这个炮呢 也逃不来 咱们一平二呢 一桌呢 他也满逃一死 嗯 欢迎四爷 走到这里呢 对方这个鞠呢 和这个炮呢 可以说马上就要和银川进行一个交换 他杀马没有用 啊 我的马可以逃 反观他的炮呢 不能动 换句话说呢 对方的八楼炮呢 必死 走到这里杀马 我们上了 踩住对方马的同时呢 双举砍炮 走到这里呢 吃马 哎呀 那我就把你杀了 他呢 这个马和炮呢 这两个大子呢 是必丢其 他估计呢 想啊 两个鞠宝这个炮啊 其实啊 还不如弃这个炮 走到这里呢 对方呢 选择了投资不输 那好吧 咱们闲言碎语不都说 咱们七亏正赚 走到这里呢 对方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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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